加拿大的华人听众们,你们好,我是老胡,在多伦多向你问好 今天是2022年4月28号,奴隶3月28,星期四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新冠肺炎加拿大疫情数据 加拿大头号通缉嫌犯落网,约克区民宅再发劫持案 加息多伦多房市躺平,乔治·布朗计划在多伦多新建消失 乌特为低收入者减税,加拿大染过新冠数字惊人 留学生遭遇车祸,申请缩配,下面看一下具体内容 首先是疫情的情况,安省的疫情 4月28日,安省新增3560例的新冠确诊病例 今天与病毒有关的死亡人数为21人 累计死亡已经达到12792人 住院治疗人数为1661人,重症监护室有202人 98人需要使用呼吸机 整实验室昨日总共完成了18875例的检查 阳性率为14.5% 在新增感染者中,一针疫苗或无疫苗接种者为368人 两针疫苗接种者为675人 三针疫苗接种者为2319人 接种疫苗情况不明者为198人 截止到昨天晚上,安省总共注射了3269万剂的新冠疫苗 12岁以上一击注射率为93% 完全接种率为91.1% 18岁以上有59.7%的人接种了加强剂 魁北克疫情 魁北克4月28日新增1768例的确诊病例 住院治疗人数为2326人 死亡人数新增23人 累计死亡已经达到14951人 截止到4月28日中午 全加拿大累计确诊大概是374万 比昨天增加13000多人 累计死亡是39000多人 比昨天增加110多人 累计治疑是344万 现有确诊大概是235700多人 加拿大头号通缉险害国员 加拿大最新暴力逃犯通缉名单上的头号人物 在该名单和25万悬赏公布几小时后 国员 2021年10月13日 43的克莱格·麦克当劳 在释迦堡地区的保斯顿披萨店 观看比赛时 与一名男子发生政治 这名男子在停车场等他 然后开枪打死了他 警方确认嫌疑人名叫姆哈姆德 26日上午 警方将姆哈姆德列为 加拿大新公布的头号通缉份 并提供了25万的赏金 以奖励提供逮捕他线索的人 26日晚上 有人提交了匿名举报 姆哈姆德被捕 警方说他面临一级牧杀之后 纽约克区民宅再发生劫撒案案 纽约克区警方27日通报 该区内已连续两天发生劫撒案 居民均在自家车道上被接走去撒 警方在25日晚11点左右接到报案 称望时 科比肉的与开尔斯里特一代民宅发生劫撒案 受害人把2016年版奥迪A7汽车停在车道上后 两名男子从一辆白色猫子杀汽车下来 与受害人对齿 其中 阴运嫌犯 吃枪向受害人 摔摇汽车要吃 最终 两人称受害人的汽车 和那辆白色的猫子杀汽车逃退现场 警方不久后 在爱华不远地找到了这辆白色的猫子杀汽车 并确认这是一辆被盗契汽车 24日时 一位万锦居民在他自驾车道上被接 以蒙面男子接受了他的奔驰SUV和手机 加息多罗伦多房市躺平 通货膨胀 阳航加息等不确定因素 导致加拿大房地产市场出现批刃 公寓的销量下降最少为6.8% 半独立屋和独立屋分别下跌了13.5%和12.1% 虽然2022年GTA的房价仍然在上涨 但从环比来看 3月的房价比2月的房价略微下降了2.6% 在25个GTA社区的独立屋中 只有玻璃内的房价还略有上升 其他社区的独立屋价格的中位数 在经历疫情期间的风涨之后 全部出现下降 即使许多办公室还没有采取全职复工的方式 但因为天气灰暖 许多人搬回多伦多市中心 正未经夜夏天 这也有助于多伦多市中心的房产 保持其价值 从2月份的高峰来看 市中心的寒信区 几乎没有看到太大的价格下跌 尤其是工艺市场很为定 而镇银屋可能出现房价大幅下跌 其价格在去年被炒得太高了 郊区的一些房仍仍在进行竞标 但由于看房四处減少 一些卖家感到恐慌 有时因为他们已经买了另一套房 他们的价格远远低于几个月前的售价 专家估计 多伦多地区的房屋价格将继续长期上涨 高就业率和在人口强劲增长下 住房供应短缺 GTA地区不太可能成为买房市场 较之不让计划在多伦多建新销市 较之不让学院正在与多伦多市合作 计划与Mountain Dennis地区建立新销市 该地位于Agrind Avenue和J Street交界附近 多伦多市场表示 一直期望Mountain Dennis地区设有高等教育机构 对交之不让自己感到开心 交之不让学院院长认为 Mountain Dennis地区充满潜力 希望能与多伦多市合作 探索与该地区设分校的可行性 交之不让学院目前在多伦多市中心 是有三个校区以及一些校市 现时交之不让学院和多伦多市的工作人员 正在进行前期调查工作 以确保房案可行 包括确定校制位置 市场称正推动该计划的发展 以确保能够满足城市不断增长的需求 同时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就读多伦多最成熟的教育机构之一 福特为低收入者减税 安省保守党政府将在预算案中 为年收入5万元以下的省民减税 保守党承诺将把低收入个人和家庭的税收地面的资格扩大 将收入门槛从38,500,000元提高到5万元 每个年收入5万或以下的人都能享受税收地面 全国感染血清阳性率平均为23.7% 比1月份的水平提高出2倍 若有所分的感染率都在增加 阿省 曼省 和 BC 省 2月份的血清阳性率最高 90%的人口已经获得了某种程度免疫 无论是已经得过了 而是已经注射过疫苗了 感染过新冠 并不能保证免受再次感染 然而 疫苗有助于建立所谓的免疫墙 建议新冠病毒变异株的出现 对民众而言一直都存在免疫力下降和感染的风险 如果明治的采取预防措施 可以度过一个完整的相见 留学生遭遇车祸申请缩赔 安一省一名留学生利用自己的车送外卖赚取外卖的金钱 但汽车因果被撞之后 保险公司拒绝1.5万元的缩赔费 理由是因为他带领送餐司机 安一省一名来自印度的留学生 偶尔为一家食物送餐服务机构工作 这位留学生当初买了一辆 2015年的本田压阁为了赚取外卖 去年开始送餐 今年1月当他开车回家时 一辆被盗车上装上了他的车 车被装置无法行驶 装车的司机和两名乘客跑了 之后他报了警 并向他的保险公司报告了这次事务 之后他被告知 为送餐而开车有重大的风险变化 因此他的15000年的保险所被造成拒绝了 加拿大保险局说 任何使用车辆送餐的人都必须认识到 他们的车辆将被认为是用商业用途 如果你没有买正确的保险 最终可能会让你付出巨大的代价 作为其中一个应用程序的送餐司机 车辆因此被认为是业务用途 或部分业务用途 汇率和天气预报 4月28日的汇率是100加元 大概对方514.2元人民币 明天4月29号的天气预报 沃泰华0度到13度 晴 多林多3度到12度 晴 温哥华8度到15度 雨转多云 魁北克2度到9度 多云 卡尔加里0下一度到12度 少云 以上就是这次的主要内容 多谢您的支持 衷心希望您能订阅此频道再见